这就是我最大的媳妇 分享蛇年第一天欢乐祥和 过年游香港最炫是花车 香港十万美国东北部瘫痪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过年好 我知道您已经听了一整天的过年好了 但是这一句是来自我们晚间新闻栏目组 全体同事的祝福 感谢大家一年来的关注和鼓励 蛇年让我们一起携手努力共同成长 好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我们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农历腊月28至除夕 温家宝来到陕西省缅县略阳 甘肃省康县州区等地 驱车行驶720多公里 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每逢春节香港都要举行盛大的 贺岁花车巡游 这是呈现香港多元文化的一个流动的舞台 也是展示香港繁荣稳定的视觉盛宴 活动之一已经连续举办了18年 今年呢共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 36个代表团参与表演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与内地不同的是 香港花车巡游呢是完全的商业行为 13个花车分别代表各自的赞助商 但是这样的广告行为啊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 相反它将精美的设计 引领时尚的理念和可爱的贺岁卡通 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吸引了数十万群众沿着金沙嘴两岸围观 那么据我们今天的采访呢 很多演员是在今天上午就来到了现场 开始了彩排 由于他们的精彩演出呢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花车巡游 那么在大年初二的晚上呢 香港在维多利亚港湾上空 还会举行贺岁烟花表演 大年初三的上午呢 还会举行赛马活动 今天是大年初一 这两天除了吃团圆饭 看电视 在许多地方 人们也在以敲钟 祈福 逛庙会等不同的方式 迎接春节的到来 在广东佛山 蛇年的第一下钟声准时在零点响起 西桥山大同钟一共敲响了一百零八下 这意味着辞去龙年迎来蛇年 又代表清除人生一百零八个烦恼 古人认为除夕之夜是一岁之末 也是一年中阴气最盛的一天 所以要在零点 凝中击鼓以避音器 迎接新一年 欢迎了人们久违的童年记忆 乐剧 洋剧 京剧等民间好彩头戏曲大连唱 也吸引了不少老人驻足观赏 而在台湾春节光是逛这个年货市场就逛不完 本台驻台湾记者今天就带大家逛一逛台北著名的迪化街连货市场 感受一下台北居民节日的生活 各位观众这里就是台北市的迪化街连货市场 这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 卖连货的买连货的几成的一堆 光是这里的叫卖吆喝声呢 就是一大特色 欢迎挑战看 选择看哦 好吃的视频都在这里哦 欢迎挑战看 选择看好吃的视频 欢迎进入香港上海哦 来 好吃的天果可以要的吧 来 很好吃哦 如此叫卖别处罕见 想生意不好 都难 我们有16种口味哦 今年卖的好不好 每天都卖的哦 我们卖到都缺货 我们一直来新货 真的 快来买快来买 短短的800米迪化街 每年过年前的半个月内 都会涌入上百万人潮 除了吃的 还有玩的 在舍年春节到来之际 各国的华侨华人 都在以传统的方式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很多外国人也被浓浓的中国年味所感染 一起庆祝春节 当地时间2月9号 也就是北京时间大年初一 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 由当地华人代表组织的庆祝农历新年的活动 在芝加哥华人博物馆拉开了帷幕 很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加入了庆祝中国新年的行列里 亲身感受中国农历新年浓郁的节日气氛 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在世界的巨大影响力 远在欧洲的音乐之都维也纳 除夕夜虽然天气寒冷 金色大厅里却异常火热 来自中国上海京剧院的艺术家们为当地民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贵妃醉酒 霸王别姬 红娘等一个个传统灰剧和京剧名段剧目 博得观众振振掌声和叫好声 当地时间9号 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爱丽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春节庙会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阿根廷民众前往 今年的庙会不仅规模超过以往 而且节目的类型也丰富多彩 主办方邀请了国内外众多华人艺术家登台献议 为观众奉献了歌曲 舞蹈 武术等多种节目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和瑞典东方博物馆 9号合作举办了欢乐春节活动 当地华人表演了舞龙舞狮和中国民族歌舞等节目 数百名在瑞华人华侨和瑞典友好人士参加 来自中国的书法和剪纸艺术 也吸引了众多斯德格尔摩市民 其实央视的春晚也是各国华侨华人必看的节目 那么十年的春晚给观众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又有哪些亮点值得回味呢 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央视春晚的开场节目 一向是最让导演组费心思的 昨晚的开场设计可谓独具匠心 六位主持人从前而降 其他42位主播也在四分钟内先后出场 每个人露脸时间只有几秒钟 我们台上所有的主持人给全国各族人民全世界的中华儿女 拜年了 我这不是今天只是联播班吗 一下了班马上再换衣服 再赶到这个春晚的这个现场 另外呢也提前确实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就是提醒她说你开场之后 一定要盯着电视机目不转 今天要看第一个节目 因为人很多也可能稍微一疏忽就过去了 我比较好找 因为我一个优势个儿比较高 所有人站在一起 女主持人女最高那个肯定就是我 我相信她们应该比较容易可以找得到我 最经典 席林迪翁和宋祖英混搭合唱的《茉莉花》经验全场 当这两位天后同台出现时 让不少观众大呼过瘾 惊艳四座 之后 席林迪翁还独唱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 《我心永恒》 当歌声再次响起 舞台上也缓缓下起了水幕 深邃的海底场景 一身人余装的席林迪翁 一盏歌喉 再次用自己的天籁之音告诉观众 经典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去颜色 嘴毒舌 让你脸短点你习惯吗 满脸褶子还卖萌 怪不得我这么想臭你 在语言类节目中 蔡明和潘长江两员老将合作的小品 想跳就跳 最给人惊喜 蔡明扮演的毒舌老太太 在整个节目中一路讽刺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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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是猥琐的 心还是猥琐的 那是恶心 他妈给恶心开门 犀利的语言迅速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有网友留言 不卖萌 不煽情 台词尖刻 才是好看的语言类节目 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跟我玩什么聊战呀 这好像是我的手机 最养眼 以《甄嬛传》火遍全国的演员孙力 和文艺范儿的歌手李健牵手 演唱的歌曲风吹麦浪 清新味十足 与不少影视演员 在舞台上唱歌走调相比 孙力的表演可谓发挥出色 和李健的配合也相得一张 李云迪的运用 算是今年春晚中最大的彩蛋 此前大家只知道 李云迪将会和刘谦搭档 但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 昨晚李云迪在演奏了一段 动听的音乐后 刘谦用一块大布 遮住了弹琴的李云迪 上演了一场大变活人 将幕幕后面的李云迪 直接变消失 而李云迪再出现 则是在观众席中 最敢说 与言类节目 郭德纲 于谦的相声 当之无愧成为压轴 昨天郭德纲临时换了 新本子败家子 应景地讽刺了 铺张浪费的社会问题 其中的台词 智商余额明显不足 一百万 给我开个两百万的发票等 也火速流传 我还买表呢 手表 多新鲜呢 表怎么了谁 我不光敢买 我还敢戴呢 戴个表 我不光敢戴 我还敢露出来呢 不光露出来 我还不用捂着呢 不光不捂着 我还 晕了啊 最高产 好 然后摆一个pose 啊 今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足足有两个多小时 占据了大半江山 开心麻花团队 带来了两个作品 占据了最长时间 除夕夜吸引眼球的 除了春晚 还有璀璨的烟花 不过呢 今年北京不少人都感觉 放便 要在赵云庙 举行正式的拜师仪式 老师会告诉学生 想要敲好鼓之前 必须先要做好人 尤其也可以看得出来 争论人的性格 今天是大年初一 所以现场还有很多 庙会表演 除了长渊战鼓 我们看到前方还有 竹马的表演 大家看 演员骑的马 就是竹字间的 另外还有踩高枪 高难度的踩高枪 还有一种叫做 高照的表演 这个表演难度 可是相当的大 长渊战鼓 就是正地 非常有色色的一个表演 可以说只有来到正地 才能够心想到长渊战鼓 好了 看了这么多热闹的场景之外 我接下来带您过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这是哪呢 您来看大门口的一幅对联 我们来看上连是金门玉户神仙府 下连是贵殿蓝宫飞子嘉 这幅对联是一幅对联是一起自《红龙梦》第十八回 原飞醒清的时候 草原秦所发出的一句感慨 这到这儿您可能都知道了 这就是正地非常有名的荣伯府 荣伯府是八七年为了拍摄电视剧《红龙梦》而专门建造的 其中两千多个镜头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大家都知道贾宝日林黛是出京贾府 这个贾府说的就是荣伯府 荣伯府当中宝黛初会的镜头也是在这里拍摄的 接下来通过一个片子我带您去逛一逛荣伯府 一个是浪远仙趴 一个是美誉无瑕 八七宝《红龙梦》已经成为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经典 我现在就是在荣庆堂 就是宝黛初会的地方 熟悉《红龙梦》的人都知道 一年当中贾府最热闹的就是过年了 过年时贾母会带着大家一起吃年饭 赏花灯 猜灯迷 荣伯府过年很热闹 郑定人过年更喜庆 而且也是与灯有关 一进入腊月 郑定人就忙活起来 为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件事做准备 就是除夕夜的腊会 而腊会当中最大的看点就是门灯 是否您画的就是门灯吗 门灯 门灯让人剥裂 那就是这些图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呢 图案一般的就是八天日 十几度 清朝非常重要的200年的统治之下 清朝对台湾的政策